江湖一直流传这样的传说 所有女级的归属都是蔡美 所有男女级的归属都是赵本山山 原本各有特色的帅哥美女 不管是清秀帅气息 还是美业霸气息 最后都会变成他们 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太太家这里是海底七少的新鲜同学 主义期我们要给蔡美老师排面 把人是女家太太子打在公平上 有人觉得只有美女老了之后才能变成蔡美 也有人觉得整容的人最后都会变成蔡美 这就是这样子吗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科学 解开这个千古异团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女性越来越蔡美化 这里要说明一下 蔡美化完全不是说蔡美老师不好的意思 看在我帽子得罪整个娱乐圈的份上 请给个三连吧 没必点赞也可以的我不跳 为什么偏偏是蔡美老师成为了这个模板呢 为什么呢 这就和蔡美老师美貌 脱不了关系 不得不说蔡美老师从小就是个美人 从以前的照片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从小她的脸型就非常的圆润饱满 特别是苹果鸡 同时脸上也没有什么骨感 轮廓流畅 下巴收尖 但她原生的鼻子偏塌 鼻骨偏宽 显得脸相对比较平 垫高鼻子之后呢 面中的立体度就起来了 再加上内双变成了外双 眼睛变圆变大了很多 眉眼的立体度增高 所以整体就变得更加的精致立体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蔡美老师上了年纪之后 开始出现了各种专脸的情况 这也证明了这和看老有很大的关系 对比了那些和蔡美老师 越来越像的女明星的照片之后呢 我总结出了一些特征 一般人上了年纪之后呢 都会出现胶原蛋白消失 轮廓双齿 苹果肌下垂等等情况 而他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面部轮廓的一个饱满 苹果肌非常的坚挺 整张脸呢 看不到一丝骨感 同时呢 面中部法定文学非常的严重 加上呢 人中偏长和偏薄的一个嘴唇 再加上超大刷眼皮 加尖润眼角 加凹陷的眼窝 在浓重的眼妆下呢 就会给人感觉很有攻击性 这些特点组合到一起 就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 每年春晚上这一张熟悉的脸 谁让我们蔡美老师的 国民度太高 春晚上这个毒蛇老太太的形象呢 太过深入人心 年纪的时候 大家都是各有特色的脸 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 就反倒走向了同一条路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 还是骨项上的骨带了 上面的骨 上面上面 上面我们提到的大多数人呢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都不是那一种 高层骨立体的那种骨架脸 比如台湾第一美人肖强 他年轻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得出 全骨比较低频 全宫也不明显 同时呢 可以看出来他的苹果肌 微微靠下 这样子的皮像 搭配这样子的骨项 上了年纪之后呢 就很容易造成苹果肌的下垂 一般为了防止下垂带来的衰扰感 都会去做一些面部的填充项目 这时候普遍脸就会出现僵硬的肿胀感 但是同样是肿胀的苹果肌 我们可以看出来 赵雅芝就比较强 看上去更加的自然 而且也没有看到菜敏老师的影子 这就和他的骨项优势有关 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赵雅芝老师的全骨更高 他的全功能微微外扩 脸上有骨感 年轻的时候可能看上去 并没有那么的圆润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 这样子的骨项就能刮得住肉 还有就是赵雅芝的苹果肌位置高 下垂感并不明显 这样子的皮像 再加上这样子的骨项 它笑起来产生的法律纹呢 就没有苹果肌低的肖强 那么的重和范围那么的大了 苹果肌低 骨项撑不住肉 再疯狂的填充苹果肌后呢 一笑起来就会造成内外挤压 法律纹深的这种尴尬局面 我们可以遮住他们的苹果肌看 是不是这样子比较接近 他们真实的年纪 遮住嘴巴和眼睛 只看苹果肌的话 你是不是又感觉异常的饱满年轻 我们觉得他们的脸奇怪不自然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整张脸的衰老程度 不一致造成的 我在之前那篇耐老脸分析里面有说过 除了骨项耐老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筋膜层 对于骨项不耐老的人来说呢 其实筋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种情况的人呢 面部脂肪不能太多 不能超过筋膜的一个成熟范围 当面部开始松弛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修复筋膜层 让筋膜层紧致有力 才能去撑住脸上的脂肪 而不是光打针去填充 所以医美切记盲目瞎做 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呢 其实也有化妆的一部分原因 我发现蔡美老师很多的淡妆和素颜皂 就没有衰老程度不一致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看上去就协调舒服了很多 和化妆还有很大关系的是他们的眼妆 他们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眼距就偏近 眼窝深邃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只是感觉到精明 但是呢随着年纪变大 胶原蛋白消失 眼距呢会变得更紧 眼窝也会更加的凹陷 再搭配上浓重夸张的眼妆的话 就很容易拥有蔡美老师毒蛇女王般犀利的眉眼 那我看起来多少人是眼距偏近 请抠一 如果人多的话 我下次会出一篇眼睛性的人 该如何化眼妆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人中和嘴巴 年纪越来越大 人中会变松弛会变长 嘴巴呢也会变薄 再加上呢有些人是习惯性的鸣嘴笑 或者是有些人是因为面部僵硬笑不起来 导致笑起来鸣嘴感很强 这样的笑容呢就会显得人中更长 嘴更薄 大大加重的年龄感 和膨胀的苹果肌组合在一起呢 就会非常的不和谐 常人中和宝醇的宝宝有吗 也请抠个一 我后期会专门出一篇 针对常人中和宝醇的修饰方法 想看吗 OK看到这里的人 别忘记给我点个赞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